你的爱车底盘正在受到侵袭 您做好保护了吗 底盘保养的如此重要 您知道吗 在欧美国家等以及其他发达国家 新车落地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做底盘防撞防锈处理 而在我国 人们对汽车底盘保护的认知还比较少 汽车需防撞防腐湿 真的有必要吗 夏日多雨 酸雨的侵袭 沙石路上的飞石的撞击 冬季雪道上的除雪剂的腐蚀 尤其是沿海区域 温暖超湿的气候 加上带盐分的海风吹拂 都能加剧汽车的生锈 导致提前老化 即使是钢筋铁骨 也会蹂躏的生痕累累 时下大多数品牌汽车出厂时 生产厂家出于成本的考虑 对底盘的处理非常简单 多数都没有任何的保护 专家建议保养底盘非常有必要 好顺底盘装甲具有隔音 防酸雨 防锈 耐腐蚀 防撞击 三大作用 隔音效果实验 我们用两个铜锅进行实验 一个喷了底盘胶 一个不喷 没有喷底盘胶的 经过分贝测试 声音达120.3分贝 我们用另外一个铜锅 喷上车底胶 稍等干燥后进行敲打测试 喷涂后敲打测试 最终是97分贝 隔音效果显著 防酸雨 耐腐蚀实验 我们把硫酸 滴在铁片上 可以看出 铁片正在冒白泡 硫酸与铁片 正在发生反应 干燥后的铁片 已经生锈腐蚀了 我们把硫酸 滴在喷有 车底胶的铁片上 铁片几乎没有反应 铁片表面覆盖着车底胶 硫酸腐蚀不到铁片 我们费很大力 刮一些车底胶 走路的铁片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铁片一点腐蚀都没有 完整无缺 附着力PK实验 用好顺车底胶 跟市场上其他的 几款产品对比 看看谁的质量比较好 附着力更强 这是网上的A品牌 我们涂抹在 A型号的铁片上 这是网上的B品牌 我们涂抹在 B型号的铁片上 这是我们好顺水性 灰色底盘装甲 凸在水性铁片上 这是我们好顺 油性黑色底盘装甲 凸在油性铁片上 把四个喷好的铁片 烤箱里烘干 经过长时间的烘烤 现在看看 不同品牌的附着力对比 A品牌 价格昂贵 质量也不错 附着力好 用铁块也难刮 B品牌 质量最差 一刮就脱落 用手都可以撕下 好顺水性的表面 有颗粒感 干燥后有韧性 难刮掉 附着力超强 好顺油性 附着力超强 不容易脱落 接下来看看 好顺底盘装甲的一些 性能特点 简单来说 好顺底盘装甲700毫升橡胶型 施工简单 价格实惠 水性环保橡胶树脂型 附着力强 保护时间久 油性树脂 及高分子聚合物配方型 附着力超强 保护时间久 好顺是中国方程式大奖赛 指定汽车护理用品品牌 好顺底盘装甲 具有国家官方的检测报告 产品质量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产品质量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 请放心使用 施工步骤 1. 用蒟生机抬高汽车 2. 用高压水枪将底盘和车厢的泥沙冲洗干净 3. 用风枪或者干净的毛巾将底盘的水渍擦拭干净 4. 将不需要喷涂的部分用报纸覆盖 包括排气管 发动机 传动轴 三元催化器 镀芯板类散热部件 水箱 弹簧等 5. 将本品充分摇匀 插上喷管 在底盘上喷涂 6. 对准喷涂区域 距离25厘米左右 均匀喷射即可 7. 在第一次喷涂完毕后 应等待约30分钟后 再进行第二次喷涂 8. 一般情况下 需要反复薄喷三次 9. 当喷涂层厚度达到2毫米以上时 就能具有明显的隔音效果